现年43岁男星Gino 蔡冬威 出道20年 自跳槽风波以及因细意外受伤后 近日终于脾及泰来 除了在43岁生日时 开心宣布买新房孝敬家人外 也让人看出他多年来投资的收获 日前有网友和Gino买到相同建案 往后或许将成为邻居 让他惊讶地在网上发文 更有网友留言揭开了Gino新屋的秘密 也瞬间掀起一波话题 根据Twin报导 日前有网友在网路论坛上 有人会为了当一人的邻居买房在附近吗 为题发问 表示自己看另一半在三重买了一栋预售屋 得知Gino也买了相同建案 让他感到相当开心 往后就变邻居了 消息一出引起讨论 也有网友在留言处公开了Gino新房的详细资料 据知情人士表示 该预售屋位在新北市第二行政中心 纤色公捷运站旁边 靠近东森电视总部 周遭还能够过新北大都会公园与淡水河 大汉西岸边 欣赏好商好水的美景 环境条件被誉为百年一遇 网路实价登录资料也能看出其独特性 本建案每部规划二至四方的格局 平数约在18至44平间 每平要价落65至75万 而若住户有停车需求 光是购买停车厂车位就要再花250万 之所以能够买下千万豪宅当作自己的生日礼物 除了积极在演艺事业中打拼外 这次买下新屋公开好消息时 Gino曾透露自己正在苦心钻研投资 以及开拓副业 为此他不热爱名牌 一心只希望能够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 实际上Gino投资的成果大家也有目共睹 投资眼光独到的Gino 曾经因为太长去按摩 同有一句玩笑话 一直来按 不如一起来开 日后进城镇 他秒杂500万入股 从此意外位列五星级按摩店的股东 该店面日后顺利拓展至19间门市 生意可谓蒸蒸日上 除了投资按摩店大赚一波 Gino还当起老板自创美食品牌 鸡食堂 推出牛拌面及水饺 煎饺等食物 对于副业他总是亲力亲为 从包货到摆摊叫卖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之后也换来了丰硕成果 曾经只花二天就销出上万颗煎饺 除了积极投资 开展副业 Gino也将事业版图扩张至房地产经营 目前身上不只有三栋房子 更掌握南北两地许多土地的产权 光是他在2021年 与恩师孙德荣家旁买下的五十平三车位内湖豪宅 总价就超过四千万 得以看出Gino财力惊人 这些年来工作赚来的钱全都没有白花 还凭借妥善理财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富裕 也希望以此来照顾家人 你不逢 以前他人朋友说 您好 最新是很高杰